在地鼠热带季风气候的海南岛 植被覆盖率高达70% 丛林密布的独特地理环境 孕育了古老的民族 梨苗仙民们在丛林中的生活 让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与大自然共处 五色饭的制作 便是苗族仙民取之于丛林的自然汇增 赵海金和姐妹们 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 准备采集枫树叶 苗族人家都善歌舞 上山有山歌 彩叶有彩叶歌 一路欢声笑语 上树砍枝 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 四五米高的大树 连攀带灯就上了枝头 将枫树枝砍下 树下的驴子们便把树叶挨个落下 收入袋中 采集枫树叶 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 五色饭 除了枫树叶 制作五色饭 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 红兰草 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 一种叶片稍长 另一种则稍圆 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 分别采集 采集回来的植物之叶 在外人看来 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 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 他们即将各显神通 因此为是的 许多在草耸 以为可烦性室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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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 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 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上色 如果水温太烫的话 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 然后颜色也不好看 就看你的经验来多年的经验积累 在高温的作用下 汤汁将糯米染上红色或紫色 直到完全冷却 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忍 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 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 赵海金正在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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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海稿之许 liter buscariberty 第一个深刻有点 赵海金正在采集中 大个月 А敌海金正在吴迷 是什么 是azi他们 by 在歌山的不tó 是 Franklin 这里ように 这个梦 breakf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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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